親愛的觀眾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午安 現場時間 中午十二點 二十一分 你稍微收聽 還是快樂聯報榜 新聞選手 王來節目 我是你的好朋友 楊潔 今天天氣真的很冷 尤其我們在新聞上面也看到 有許多的民眾在今天是有冷到有點休克的狀態 那今天在節目當中還是要呼籲大家一定要穿暖 大家要穿暖 那在節目當中今天邀請到這位好朋友呢 是要準備要來參選我們高雄市三民區 你議員參選人王浩宇在我們的現場跟大家聊聊 浩宇好 嗨 大家好 大家午安 今天超冷的 因為我一開始來高雄的時候 我以為高雄都不會冷 結果昨天嚇到高雄好冷 因為其實浩宇拋出要選高雄市的議員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很震驚啦 應該算是全國大家都覺得很怕 怎麼會王浩宇突然要來選高雄 所以當時你有一個影片是韓國瑜的一個影片 他當時講說 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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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大力你就來 對 你家單力啦 就是感覺有點嗆聲的那個影片就對了 你把它剪接起來 那當然我覺得可能要來選高雄的動機 想要請浩宇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想要來選高雄 其實在離開桃園之後 其實沒有人不會經歷這個罷免案會不受傷 其實我蠻受傷的 然後我就到台東去開民宿了 我本來是在台東然後準備要開民宿 結果開了之後就遇到疫情 3 4月剛去弄好 然後5月一弄好 哇 都沒有客人 所以我就自己住在那個民宿裡 然後每天就是看海 沉澱嗎 喝咖啡這樣子 然後後來黨內有一些長輩就 因為後面就很多個罷免案持續的進行嘛 然後很多黨媒長輩就說阿浩宇你不可以不選啦 因為你如果之後就這樣結束了 那就會讓國民黨有一個正當性 就是說推這些罷免好像是合理的 所以會合理化國民黨的罷免的這些案子 所以黨內的一些長輩就勸我說 欸浩宇那就想一下你要選哪裡 所以從大概5月開始像台北市的一些選區 就帶我去評估 然後台南也有評估過 那高雄是比較晚的 那台東甚至我能夠坐在台東 其實像趙豪委員是希望我留在台東選議員 對能夠在台東幫台東做一些偏鄉的事情 那其實我都有那時候都有思考過 那高雄是比較晚的一個決定 就是疫情結束之後就來高雄 因為後來我跟文燦還有很多長輩去討論 那得到的結論其實也是說 因為高雄畢竟就是我當初是在這邊跌倒的啦 其實說因為韓國瑜的關係 我離開了我自己的選區嘛 所以高雄有一個很實質的象徵意義 如果能夠在這邊通過初選能夠當選 那其實基本上就可以把韓粉的這個報復性罷免整個搭練回去 所以這個代表是一個我覺得比較意義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們整個評估過之後 然後當然也要地方也要處理 就是比如說我有來拜訪那個天寧主委 大概去了解一下各選區的一個狀況 就是派系有沒有人啊或者有沒有很滿 或是席次的狀況 那評估過之後覺得因為三民區上一屆四席 上一屆以前民進黨大概都是四到五席嘛 就是綠的部分 那現在只剩下了大概三席 所以確實是有再多一席的空間 所以我後來就決定就是這一區 其實有機會我們有一點強的人選 可能可以民進黨爭取四席 然後或者加上台灣基金可能可以過半 那這個對於期邁過半是有幫助 所以後來我考慮了大概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吧 然後最後決定來到三民區這樣 ok 因為其實三民區在今年的選戰 可以說是非常的 非常多的人選 可是其實說人選多 有時候我們的公共討論的議題就比較多 也是一件好事啦 包含像民進黨本身也要初選嘛 那民進黨自己本身除了現任之外 還有其他好幾個也是跳出來選 包含還有基進還有民眾黨也有 基進也有超過一個人選 基進有一個類似多黨 所以現在狀況其實就是說 很多人 非常的複雜啦 那基本上我覺得就是 我自己的選舉態度 因為我在中立那時候我自己也是 我那時候甚至不是民進黨 是綠黨 所以很小的黨 那更難選 根本沒有選上過的紀錄 那我一樣用同樣的態度去面對選舉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就是要更認真 那我也說實話 就是很多人質疑說 我是不是空降 那確實就是 我來到這邊的時候 我對這邊的事情絕對不了解 我剛來的時候 我甚至有時候 跑行程發扇子發一發 還會發到林雅去 然後阿姨很好心說 這邊過來就林雅囉 那時候我可能就是 對這些地理也沒有很熟 可是確實 三個月之後 我覺得我對三明區的熟悉度 應該是夠啦 整個高雄的層面可能還沒有到 非常的熟 可是整個三明區的部分 已經走遍了 那浩宇你從桃園到高雄來 每個地方的文化也好啊 背景也好都不一樣 那你覺得高雄給你的感受 有什麼樣跟之前在桃園的感受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是一個很溫暖的城市 那就是天氣非常熱 不管是天氣跟人民都非常熱 像以前在桃園 我也是會在路上收到飲料 但是可能不會每天 可是在高雄我常常就是一天八瓶十瓶 哇那麼多 然後等到一大堆手搖 而且都手搖飲 因為高雄人超愛喝手搖飲 買一大堆手搖飲 然後有時候一天拿到八杯十杯 然後還要想辦法送給朋友喝 就是蠻熱情的 就是很感謝大家 就是一直餵食我 所以我每天其實 就是到店家他們都會說 這個請你啊什麼 然後我就很抱怨 我常常都是店家都不收錢 然後我就很偷留錢在桌上 反正就是高雄人真的是很感謝 就是我剛來的時候 就是感覺到很孤單 因為都沒有認識很多人嘛 然後還是蠻溫暖 因為有很多人伸出很多的元首 然後很多人就是 主動提供了一些看板 像我站在路口 後面的阿伯就睡午覺出來 我說有沒有吵到你 他說沒有我家樓上你要不要掛 啊真的嗎 直接就給我 阿伯那麼熱情的阿伯 就是他家的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這樣子 就突然間有一面看板或什麼的 所以我還是算蠻感動的阿 不過整體的選舉花費 還是比之前在桃園多非常多這樣 因為浩宇剛剛在節目前聊 其實當時你在桃園選的時候 其實選舉花費是相對是比較少的 比較節省的 那在高雄整個地場域也大 地也大 整個選舉文化也不一樣 所以在高雄選舉反而花費是比較高的 以前在桃園第一個我是綠黨嘛 所以我們也不需要經歷兩次選舉 一個儲宿一個大選 所以會省很多錢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當時的選舉方式是沒有掛看板 可是我來這邊之後 其實我一直被問 就是很多阿伯都說 你到底要不要選 你選真的選假的 你選假的 為什麼沒看到看板 就會有這種聲音 所以我一開始就有設定說 既然要掛 那我一個總量大概20面上下 不要超過 那所以現在我大概掛到 差不多這個數字我就沒有要再掛了 因為其實成本上也是有一點超過我的負擔 目前大概五六十萬 那浩宇在 當然高雄的鄉親市還蠻接地氣的 蠻喜歡接地氣的服務 那這部分的話 因為疫情的關係有許多 許多行程可能也沒辦法跑 那你會用什麼樣的方式跟民眾互動 基本上我自己的選舉方式啦 就是我一開始來的時候 我比較多在市場發東西 或者有站路口 然後發扇子發口罩 可是那個狀況 我後來其實有一點就嚇到 其實像發口罩 民眾不會只拿一個 很實際的就是他的花費是蠻多 蠻驚人的 所以我曾經就我曾經算過 就追垃圾車一個晚上 或發市場一天的成本 加人事的成本 可能差不多就要五千一萬 其實感覺起來是 只是來發個口罩啊 或只是來發個垃圾車啊 可是一個晚上加人事加發的東西 五千一萬就沒有了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是很大的負擔 所以其實疫情不能跑場 對我來說有一點鬆一口氣 我的花費已經有一點off了 所以剛好我多站路口 所以我現在主要的方式就是 如果大家有在路上開車騎車的話 可能會看到我早上都在路口 下午也在 那一天現在大概是六小時 有點可怕 所以你每天都站 早上七點到九點十點啊 然後下午會從三點或到六點 所以其實時數是有一點長 所以你站路口的時間應該算蠻早的喔 就是六點多要出門嘛 然後一直站 然後我覺得站路口有用 就是因為我 我自己也如果大家有遇到 就你也不會看我揮手啊 或者就是一直打個招呼 我不太做這種事 其實我比較喜歡就是 透過九十秒八十秒的時間 跟民眾講一下比如說理念 我自己的理念 或之前公投的時候 我其實一直在解釋 欸為什麼要來做進口啊 為什麼要廢核式啊 或者為什麼要找交的議題 像我很熟 其實那時候就是 我一天一個主題 然後連續講了一個多月 那其實很多民眾 喔原來這樣子 那對於這個四個不同意就有幫助 是所以去年那個公投的時候 你也是每天都站路口 一樣的都沒有變就對了 這個行程是一直都沒變的 對這個是我一向以來的選舉方式 就是我在桃園也是這樣 就是早上先站路口 然後跑市場 跑完市場休息 然後或逐戶拜訪 下午再站路口 對 這是我一直以來的方式 我覺得這不錯 因為站路口其實你要跟民眾 有機會跟民眾講理念啊 然後我自己比較討厭就是 帶一群人放音樂或揮手的方式 我不是這樣 就是我如果遇到我 你可能會聽到我在講話 OK 對因為我覺得 選舉本來就是一個說服的過程 你的理念人家認同才投你 不能 不是靠知名度 或者靠虛張聲勢啊 或什麼這樣 OKOK 我們地方的議題 等一下再慢慢跟浩宇再來談 其實最近有許多很火熱的議題 然後也跟浩宇來談一下 像最近在民進黨 就有一個還蠻火熱的議題就是黃陵 黃陵的這個議題 黃陵的這個議題 當然這個議題當中也看到了就是 他這次黃陵呢 被人家質疑就是說 之前是不是有去行動 是不是在新黨有服務過 而且是不是跟民進黨的這個 他本身黨員的時間是有重疊性的 那再來就是黃陵他這次能不能夠接受民進黨的提名呢 甚至這次其實如果有這樣的疑慮 是不是有可能會被開除黨籍喔 其實現在大家很常看到民進黨的看板 其實不是南部也北部也是 民進黨其實基本上 我覺得他一個很好的制度就是 所有的候選人包含在地的議員 現任的議員 比如說像康玉成當過議長 一樣要面對大家的檢視 我們像我之前在桃園 我就像要連任 資深的議員一定要都要被檢視 所以這個是民進黨非常 我覺得相對於國民黨非常有優勢的地方 因為國民黨他都是保障老人 只有老人能繼續選 這個其實對於新陳代謝上面 對國民黨是一個傷害 就長期之後他到最後就變一個殭屍 都是老人 然後最後就來不及面對時代的這個改變 那民進黨就是一個不斷有競爭的政黨 所以黨內很多人會擔心說 這次黃陵的事情、聲聞的事情 吵來吵去 會不會影響到民進黨的形象或者團結 我覺得不用擔心 因為民進黨黨內的初選印象是 都會互相的監督 因為我們就是要在黨內的監督之下 去找到最強的人選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張明佑雖然是我在政論節目上的好朋友 但他的派系其實跟我也不同 所以我們也不是同樣的派系 那他的派系在我這邊也有派自己的人 甚至跟我正在競爭 所以其實我也可以不用幫他說話 但我覺得整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要公平 就是你要提供每一個人公平的競爭機會 那黃陵的問題是在於說 他2016年加入 他說2016加入民進黨 可是他2018年還在幫陳彥博 就是新黨的人在助選 這個其實是違反黨紀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看到管媽或者羅志正 或者很多黨內的前輩去幫黃陵說話 我覺得要稍微思考一下 因為像管媽算是我蠻欣賞的長輩 心思應該算是細膩 他應該要更有一些更謹慎一點 因為其實確實是有很多黨內的一些問題 不是單純派系就可以去分類的 就是可能他的背景或什麼的 那我認為人的政治立場改變我尊重 就是我覺得很好 像我自己也是啊 我自己在2008年馬英九當選的時候 我在美國還感動到哭呢 因為我是外省家庭長大 可是後來我在國外就發現 面對中共的打壓 為什麼馬英九政府都沒有反應 所以我慢慢到回到台灣之後 1213年就越來越偏向本土派 然後到太陽花學運之後 整個就轉過來 這個是會有一些改變的契機 那我覺得黃陵應該要跟大家講的是 他的改變契機是什麼 為什麼之前他在青黨 這麼同派的政黨 然後現在他是慢慢偏台派或獨派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各自要說清楚的 那當然重點是提供一個公平的初選平台 不管是黃陵還是陳盛文反正就是公平初選嘛 民進黨支持者會做出最好的選擇 因為我相信民進黨支持者其實非常有智慧 不太會亂選 所以初選其實也是蠻嚴格的一個檢視 那其實面對於中國的議題啊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議題 最近也是很夯就是黃玉婷的議題啦 那就是台灣競速滑冰選手黃玉婷嘛 他就是在之前就被爆出就是他有穿那個北京東奧的中國隊服 馬上上傳到IG 當然就是被人家罵翻了 那其實在這部分呢 蘇貞昌院長他也有做一些指示 包含就是下令說教育部跟體育署要調查 甚至有可能會被做一些處分 可是在這部分呢 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像媒體前輩趙少康大哥 他也有提出說 請蘇貞昌跟蔡英文要停手啊等等之類的 不過呢 那在這部分也看到就是其實在同時媒體上面的一些言論啊 中國的官媒環球時報這邊就說 其實黃玉婷啊就是被被批評說 就是他遭到網路霸凌啦 或政治追殺啦 那這部分黃玉婷的議題你怎麼看 沒有其實你看 我覺得趙少康大哥講話 然後口徑跟環球時報一致 你不覺得國民黨很悲哀嗎 沒錯這樣啊就是國民黨沒有選票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國民黨在很多的立場上 他沒有堅守很本土的價值 你是一個台灣隊的選手 你穿著中國國旗的衣服 然後你還很開心的在IG上拍照 這個是很缺乏敏感度的事情 就是不管你是不小心還是故意 你就是非常的缺乏敏感度 然後如果做錯事情就道歉就好 後面的黃玉婷他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挑釁 他甚至是不斷的在挑釁這個台派的朋友啊 或挑釁台灣人 甚至有一些可能不是支持台派 可能是到中華隊等級這種 中華民國派都已經不開心了 那你國民黨還幫他說話 趙少康還幫他說話 那自然會流失大部分主流選民的支持 所以我覺得這個懲處是應該要做的 那目前知道最重的懲處 可能就是可以追回一些他之前的一些補助款或獎金 因為他那麼多年拿過非常多國家的補助或一些獎章 比如說國光獎章的時候或許也有 就是曾經拿過 那這些追回來其實是對他會有傷的 所以他最近把FB刪掉了 不敢再發文了 因為確實是很傷啊 一千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他在國外訓練他需要一些資源 那拿掉這些資源其實他其實沒辦法繼續訓練 那所以我覺得國家培養選手 大家還是要對自己的國家有認同感 你如果美國隊穿俄羅斯隊的 那個絕對完蛋嘛 或是像烏克蘭隊的 如果烏克蘭選手穿俄羅斯的 俄羅斯的 所以最近他們再打來打去 你怎麼可能會立刻被開除吧 所以台灣對這件事情的態度 我覺得都已經有點晚了 你還讓他去舉那個旗子 就當那個進場 我覺得都已經處理的有點晚了 那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就是盡量讓大家清楚知道說 你要對自己國家忠誠 那我覺得這應該不用說吧 這個是本來就應該做到的事 那最近 最近東奧上面有許多影片 PO出來就是各國的 包含像加拿大啦等等的選手 他們不是都有做一些 他上台領獎的時候 他還要擦一下那個獎台 頒獎台有沒有 就是 他也好像有所表示啦 包含就是人權議題嘛 很多人很多記者在現場問 比如說像德國的一些選手 對啊不敢說嘛 就走到要死 結果回國之後都說 我不敢再去中國了 中國這個就是 其實基本上我自己在轉換上面 就是我自己從比較淺南 到慢慢變比較綠 也是因為在國外遇到很多中國人很阿拔 然後他們就真的是很 就對自己國家非常有信心 然後就貶低別人 然後明明國家GDP都比我們低這麼多 然後台灣不好 其實我不喜歡這種 對那時候我是這種感覺 然後對我們非常aggressive 非常侵略性 然後就是對台灣太多這種攻擊性言論 其實兩岸兩個國家嘛 要和平其實他們先善意 我們自然不會討厭他們 可以做生意 可是當你們一直很惡意 然後一直要侵略 那個不是統一台灣是侵略 因為你沒有實質同治過這個土地 所以那就是一種侵略的行為 那我不相信國際社會會就是放任 就包含烏克蘭的事 是啊是啊是啊 OK 好還有許多議題等會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讓電台進個廣告 等會呢廣告回到節目現場 再繼續跟要參選我們高雄市三明區市議員 你參選人王浩宇繼續聊 等會馬上回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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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心态会比较平静 这里可以给你免费来结案 空气三三五 数理三三 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 平价优惠 全球巴士部专线 07-831-9037 83-19037 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移民署 移民事务组组长黄玲玉 本署设置的外来人士 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 自今年3月1号起 将改码为1990 原本0800开头的号码 将于7月1日起停用 新住民及外国朋友 如有在台生活需求 及照顾辅导方面问题 都可以利用1990专线获得协助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移民署提供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今天在台风中的我们的选战 第二节目的选战 今天选战是第二节目的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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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面有意參選的這些參選人們 當然在三民區的部分必須先透過初選 這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剛剛也談到了 就是在最近比較熱的議題 包含像黃林 還有像黃玉婷的議題 浩宇跟大家講到你的看法 那再來我們來談到 最近也很熱的議題叫做缺氮 缺氮這個議題 目前在台灣的缺氮潮 其實有幾個地方還是有缺氮的狀況 其實它是一個南北差異 因為大家要了解就是台灣的彈的 彈的供應大部分都是在中南部這邊 然後送到北部去 所以北部確實因為運送過去 然後大家又恐慌性的搶彈 其實確實有些買平常就沒用到那麼多 然後很緊張怕沒有 所以就買很多 這個是一個狀況 那另外一個狀況其實就是 就是像有些人可能會不會有囤積或炒作的部分 我就政府要查 但是中南部真的 南部我覺得還蠻多的 其實市場都很多啊 像我家樓下是健新市場 啊我經過那個蛋行都滿滿的 我就沒有看到缺蛋的狀況 其實我自己本身有在煮飯啊 沒有什麼缺啊 我去賣場買也都是買得到的 但就是可能就是說 最近你可能會比較容易 比如說北部的朋友他們可能會找到就是說 便宜的比較少 都是比較高價的蛋 或比較高品質的蛋 為什麼 因為當時勤流感的時候 這些比較高品質管理的賣的一些農場 比如它可能封閉式的養殖 它比較沒有受到禽流感的威脅 因為去年有禽流感大流行 沒錯 那蛋雞它要成熟的時間 所以這個禽流感的大流行 在去年年底的時候發生 所以現在確實是有一些 開闊式比較 就是養一般比較平價蛋的一些養殖場 有發生禽流感 對對對 那至於這種高價的 比如說某某牧場那種蛋 它基本上它們都是比較離這種 集體養殖比較遠 它比較不會發生這種疫病的狀況 所以它們的供應比較穩定 比較穩定 主要是你去賣場 有時候它會有什麼席選蛋啊 就最便宜的可能是白蛋啊 然後之後上面可能是有機的啊 或者什麼什麼什麼 對有些是牧場的品牌的 牧場品牌通常它養殖的 就是密度比較低 這樣子密度比較低 就比較不容易發生這種疫病啦 所以基本上 如果要追求比較好的動物權利的話 蛋就會變貴 所以大家就要理解就是制度上的問題 當然這個蛋的部分最近又有一個議題啦 就是那個陳學生他不是有PO一張照片嗎 他說沒蛋然後底下有那個有倒影這樣子 就事實上是買的到 但是確實在中部以北有一些縣市 有些人在特別看到就趕快搶這樣 我覺得這個不是很好啦 為什麼要 因為有些人就是怕外面沒蛋嘛 所以看到一盒就買一盒 看到兩盒就買兩盒 這個是現在很多民眾的心態 那我覺得就是夠吃就好 因為蛋其實 你放太久也不好啊 也是不新鮮啊 所以就是夠吃就好 那現在也有慢慢開放國外進口嘛 所以一兩個月之後 供應就會非常穩定 OK 大家不要搶蛋啦 之前大家有沒有搶衛生紙啦 最後還是有啊 對其實沒有什麼樣的 就是有時候那種囤積草啊什麼的 有時候造成民眾恐慌的事 大家不要去做啦 對像之前搶衛生紙 最後其實也沒漲很多 其實一包才漲個一塊錢 對還好 就是結果你放那麼多在家裡 放在佔空間 而且而且你放久了 如果說家裡面潮濕 潮濕對衛生紙也不好嘛 所以我們聽眾朋友也是 有時候那種囤積的恐慌 還是要稍微釐清一下 好那另外一個缺就是 再講到電的部分 其實講到電的部分 去年大家應該有印象 就是有那種跳電的狀況 那當然只要一跳電 最高興的就是中國 他們就會說啊 台灣又缺電啦 台灣又跳電啦 就是會變成是這個狀況 那當然有人在攻擊就是說 太陽能的發電的部分 因為其實現在也要發展 所謂的乾淨能源嘛 綠色能源嘛 那對於電的供應 浩宇你怎麼看 第一個就是大家要理解 就是再生能源是很多廠商 他要求的未來 比如說像台積電 他要來高雄投資 他的未來的這個廠 全部的能源都要再生能源供應 所以要去發展核電 或發展其他能源 其實無法去符合這些科技業的需求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其實政策是可以去做到的 比如說像之前在 我在桃園 我2014 15年就在推斑斑油冷氣 那個時候就是發現台北市都有冷氣 為什麼桃園沒有 那時候我還沒有來高雄 不知道高雄有沒有 但是應該也沒有 就是塵香差距非常大 有塵香問題 然後其實小朋友上課 我每次去學校視察 他們就很熱啊 就是中午都睡午覺都滿身汗 桌子都濕掉了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樣不是很好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推斑斑油冷氣 當時家長最多的質疑 就是冷氣費怎麼辦啊 或者會不會造成台灣缺電 因為全台灣每個學校都要裝冷氣 這是不小的電欸 但是民進黨政府在推政策 我覺得蠻有無遠見的 在蘇貞山凱推斑斑油冷氣政策的同時 他全台灣的學校屋頂 現在幾乎都裝著太陽能板 結果現在太陽能板的發電量暴增 超過冷氣的需要 暴增到什麼地步呢 像前幾天中午甚至到了17%18% 100%的電有17%18%是太陽能 加上水利加風力快20 那會出現什麼狀況 就是用電過剩 今天因為比較冷 所以用電量也不太多 像這兩個禮拜其實每天都用電過剩 所以用電過剩就是發電量太多 那發電量太多 台電他就是把 他就做一個叫做抽絮負載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他把下游的水用抽水機抽到上游 等到缺電的時候 我再用水利把它放下來 就是它是一種調節的方式 因為電比較難儲存 所以台灣是不是缺電 我們如果持續的發展再生能源 其實真的不會缺 因為我們的風力電廠都還沒串連 才沒串流 那還沒有併延 那現在大概都是以太陽能 在夏天的中午幾乎都有10到15%的水準 這個水準其實是還蠻多 它比核電還多 所以有一定的發電量 那我覺得大家不用太擔心 那當然在轉型的過程中一定會有一些困難 或者一些你要去政策上去滿足的時間 我們我覺得政府轉是做的還蠻好的 我覺得有點慢 確實在再生能源台灣的比例全世界是偏低的 那這個是因為之前馬英九政府不是那麼重視這一塊 那我覺得蔡英文上台之後正在趕進度 那我們會一起看 但是我覺得不用太擔心 因為台積電這些廠商它比你更擔心缺電 而且他們要的電不是火力也不是 他們要的是再生能源 那講到缺電的議題就要講到 那個昊宇你很關心 而且也很專注的議題就是藻礁 那去年的那個公投有沒有藻礁的議題 就講到天然氣發電的部分 天然氣那個第七接收站 那我們在講到這個議題的時候 就講到說其實當時在講說 這個藻礁會不會破壞到藻礁 那還有就是說高雄的發電應該要留著南部用才對 因為一直都是所謂的南電北送嘛對不對 南電北送一直是對高雄很不公平 就是這麼久以來 其實高雄大部分的電力供應其實都是 我們比如說像我們的南部火力發電廠就在那個 新達南部火力發電廠 另外一個就在IKEA那邊超級的 那些電廠其實全部都是 幾乎都是大概三四層都往北部送 這個其實對南部非常不公平 那這個其實這個論述其實我當時在桃園當議員我就說過 說憑什麼我們自己要用電 要把環境成本轉嫁到中南部 我覺得這是一直不公平的事情 那為什麼中南部肺癌發生率比較高 得到肺癌的機率比較高 平均年齡比較低 就是壽命比較低 這個其實很多都是污染的問題 那高雄本來就是一個重工業的城市 所以我們能夠做的第一個就是減少南電北送 第二個就是把燃煤減少啦 因為燃煤 燒煤炭跟燒天然氣 天然氣比較沒有汙染 燒煤炭比較大的汙染 而且煤炭還有在儲存放在戶外的時候 它吹出來會有一些灰塵 這個就是一些汙染 所以燃煤是比較高汙染的東西 要把它燒 把它減少 那台灣就需要多的天然氣供應 所以很感謝就是大家在四個不同意 有支持這個三界能夠蓋好 因為蓋好之後其實這就是舊高雄的空氣 那我們自己算過大概可以改善百分之10幾到20 差蠻多的就是空汙的部分 大概可以改善就是發電的空汙部分 大概改善10%到20% 對高雄是有很大的幫助啦 所以這個是對的選擇 就是如果你這樣做選擇 那高雄才有可能有比較乾淨的空氣 OK 好 那再來講到就是市長的選舉 那當然市長選舉的部分 綠營的部分 當然目前執政陳其邁市長的部分 應該就是會繼續做參選 那國民黨的部分 大家也都非常的期待 就是說大家關注說 到底國民黨要推什麼樣的一個優質的人選出來角逐 那目前當然在檯面上面 有看到的就是像傳言就是高金素媒 還有傳言就是羅志強等等的 那你怎麼看這次國民黨要推的高雄市長人選 高雄市長的選舉 除了在韓國瑜之前 他其實是不受太大的關注 就是大家的重心可能都放在台北市 所以高雄國民黨要推怎麼樣的人 如果是推羅志強這樣的人 那我覺得大家就是很放心 因為他毫無選票的拓展能力 但是如果是推高金素媒 其實高金素媒在議題的一個操作能力上 不管在立法院也好 或者在外面或網路 我們看到其實他是蠻厲害的 就是要小心 就是對民進黨來說 高金素媒是一個比較有爆發力的競爭對手 所以因為他在網路的操作上 其實羅志強雖然看起來聲量很高 可是他其實難以達到年輕人的族群 你知道高金的質詢有時候在抖音都看得到 真的 如果朋友拿抖音給我看 怎麼有人在看高金素媒質詢 他很會做這些操作 這個其實我有點意外 就是一個無黨級的一個 一個年紀比較大的一個立委 資深立委 他竟然會做這些操作 我覺得這個是他有在做準備 那另外就是說 在原住民鄉 或者像前幾天我就在外面餐廳 就是出來就看到高金 在裡面 對他已經在跑了 所以國民黨的部分 我自己認為高金素媒是一個 很可能的人選 所以而且要很注意的人選 因為也有可能吵起來一些波瀾 那這個雖然要贏其賣 我覺得難度非常高 可是還是要注意 就是我們不能就是掉以輕心或者放鬆 那至於民眾黨的部分 說我也說是有可能的 就是他的看盤大家也看到了 而且 不然他的家人聽說 也有可能會出來選 太太跟兒子會不會選議員 這個也是觀察重點 但是我是覺得 整體而言 民眾黨在 民眾黨跟時代力量這一屆 在高雄的機會應該是偏低了 是是是 那當然我們再回顧了後來講一下 在三民區的部分 當然三民區議員 在民進黨的部分 一定要進行所謂的初選嘛 那浩宇是不是跟大家最後來談一下 如何在初選能夠勝出 你怎麼跟我們三民區的選民 可以做一次你的這個 心路歷程 你的表述 沒有基本上 對其賣來說 議會就是要過半 那現任的三個議員之後 民進黨有誰是有能力 就是比較有知名度 或比較有戰力 可以跟國民黨作戰 或者未來就是能夠 比較有機會拿下第四席 我相信民進黨的支持者會去思考嘛 那傳統型的政治人物 他未來在媒體的世界裡 或者他可能在議題的操作上 一定就比較弱 那服務上我們可以學習 當然我在桃園是一直服務都是評價很好嘛 不是太差就是 所以當然高雄我確實是 我必須說實話就是還沒有那麼熟啊 就是沒有像過去桃園這麼熟 那這個就是我要學習的 但是議題的操作上我覺得幫黨去做一些議題的對抗 比如說以後遇到像那種邱宇軒啊 或遇到那種陳梅雅啊 或遇到那些黃紹婷那些 我覺得要會跟民進黨做攻防的時候 有誰來攻防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就是民進黨要有能夠攻防的人 那我覺得我可以扮演這個角色 那我覺得我也有信心 就是讓民進黨在山明區可以 然後過半的席次 加上激進黨能夠實質過半 好OK 來泡宇最後跟大家做最後補充30秒 對啊就是很感謝高雄人 就是我來感受到很大的溫暖 因為確實是一個 我沒有生活過的地方 有來這邊做生意 但以前都是來出差嘛 就待個一兩天就走了 然後常住了三個月 蠻喜歡的東西蠻好吃的 而且人民也蠻熱情的 就是有一個缺點就是 有時候那個大家都有點不遵守交通規矩 因為我超幾次被撞到 其他都還蠻優秀的 就是蠻喜歡的 謝謝大家照顧 OK好 那希望說 當然我們的民進黨的一些傳統就是說 我們在初選的時候是互相競爭的 當然我們初選一過之後 大家就是全力拼選戰 希望議會能夠過半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期待 大家不要去討厭民進黨的黨內競爭 因為那個就是讓民進黨內部的 找出最強的人權去對抗外面的敵人嘛 所以任何黨內的競爭都不要去覺得是不好的 OK好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要參選高雄市三明區市議員 參選人王浩宇來到楊潔節目 謝謝浩宇 拜拜 謝謝大家收聽 我是楊潔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福羅所 我們下次見